朋友们好,欢迎来到催花姐快乐家园 这期视频给朋友们分享一下 制作腊肉芋头高的一些方法 这是我院子里种的芋头 因为我今年中秋节的时候挖了一些出来做月饼 所以呢,就把剩下的芋头呢 又挖坑又埋下去继续长 所以今天呢,就先把叶子双打了 先把叶子剪下来做芋头长 就挖大芋头的时候 把小芋头呢,继续把它埋进去继续长 这样的话,芋头呢,就一路吃一路挖一路长 芋头非常的,这个,真是全身都是宝 我上个节目视频已经讲了 这是我自己11月份的时候腌的腊肉 用我们家乡的非常出名的这个香料 十三香,加上生抽 再加上我家先生的福加特 当白酒来用了 11月份的时候,那还没有双酱 你看还有满园的这个鲜花 在这个花棚之下,腌腊肉 别具一份 别具风味 看这旁边还有芙蓉花 自己腌腊肉的话呢 又没有任何添加剂 又健康又好吃 一定要放多一点点的白酒 这样的话腊肉就特别香 大概两个星期就可以了 这是今天做腊肉芋头糕的材料 四个芋头 两cup的粘米粉 通常广东人只用粘米粉来做 但是我是加了这个两cup的糯米粉 增加它的糯性 就是软糯 我比较喜欢它软软的糯糯的好吃 再加一cup的面粉 就增加它有一点点的硬度 我做了一些改良 做了一些配方的改良 我做黄金糕,香蕉糕 也是用这个配方 非常好吃 这腊肉呢,腌好以后呢 我就把它切,都切成片 把它分袋来抽真空 放到鸡洞里边 可以吃一年 吃的时候拿一袋出来 就分餐来吃 就很方便 那还有半根胡萝卜 为了增加它有一点点颜色 一个蒜瓣 我没有放姜 因为我家先生不吃姜 那一勺的白胡椒粉 半勺的鸡精 两勺的大概红糖 一勺的蒜盐粉 一勺的盐 做芋头糕的话呢 不要放太咸 太咸的话呢 你就吃不出芋头的清香味 也吃不出腊肉的香味了 稍微淡一点 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 芋头的粉香 清香 还有腊肉的香味 那如果你觉得还吃的时候 还想让它再咸一点点的 煎的时候再放一点点 煎好的时候 放一点点蒜盐粉 那先把这些材料呢 都要把它切成粒状 芋头 红萝卜 都把它切成粒状 还有这些腊肉 腊肠 都把它切成粒状 这些材料都切好了 腊肉腊肠 自己做的话就放租料 而且是健康的 1000毫升的水 就把这些 两cup的粘米粉 两cup的糯米粉 一cup的面粉 把它放进去 搅成糊状 现在呢就起锅 热锅以后呢 就放蒜头 放腊肠腊肉粒 把它先爆一下 爆出油以后呢 就把芋头和红萝卜放进去 就拌它一拌 稍微炒一下就可以了 不需要炒熟 这个面糊已经搞好了 这个面糊不要太 千万不要太稠 跟着把这个炒好的 腊肉芋头呢 一定要放凉 放凉以后再放进去 如果一热的放的话呢 那个面粉就会熟了 那把它搅拌均匀 这个蒸盘上边呢 就要喷上 橄榄油 或者花生油 这样子的话呢 等一下出磨的时候 倒出来的时候 下面就不会粘 倒的时候一路搅 因为下边可能芋头会沉到下边去 现在开始蒸 不要放太满 留一点位置 因为我们家的蒸锅呢 都是没有这么宽口 所以只有用炒锅来蒸了 蒸半个小时 应该是可以了 但是为了保整 其间用筷子试一下 扎下去看它有没有这个糊状冒出来 好 两锅的芋头糕已经蒸好了 出炉了 这样子放到冰箱里面 切成条状 放到冰箱 可以吃很久 吃的时候把它切成薄片 我喜欢吃薄片一点 那就煎 那个皮脆 里嫩 又香 粉香 早餐的话 也可以打一个鸡蛋 最后放一点鸡蛋 这个鸡蛋也是带着鸡蛋的清香的芋头糕 又营养又好吃 很简单 早餐 从切到煎 这五分钟左右 这个早餐就搞完了 今天是冲 今天早上是冲了一壶 荷叶 枸杞子茶 加上我们的自制的腊肉 自己种的芋头 芋头糕 哎呀 满满的幸福 简单 健康 好吃 开心 自己还送一支玫瑰花给自己 好 希望我的视频 朋友们喜欢 并且希望朋友们不要忘记订阅点赞 留言转发 谢谢 谢谢朋友们 这是芙蓉花茶